春节前车流量变大 台北市交通局为了确保交通顺畅 提前规划返乡输导及采购潮输导 像是周边停车场费率调整以价值量 商圈景点公车机动加密班次等服务 减缓春节期间交通冲击 为了因应这个春节前的采买车流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购物的人潮 那所以信义商圈的部分 从这个十六月三十日开始 就到这个春节前 都会这个实施每周周末的部分 这个调高停车费率的这个措施 来这个以价值量的部分 然后来鼓励民众这个搭乘大众运输 公车的部分的营运模式 大概就分成两种 那重要的景点在春节期间 重要的景点跟这个 就是这个观光明胜的部分 那它会激动的去加密班次 那其他的部分 就比照现在目前价值 这个营运的模式的部分 那部分的这个路线 采取这个减班行驶的措施 但是还是有维持一定班次的服务 针对这个春节前的这个采买的这个车潮 还有这个春节期间的这个庙宇 或是风景名胜的部分 都会有一些这个车潮 那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的部分 尤其以这个各辖区分局为这个主体的部分 都有拟定了相关的交通管制的措施 那比如说针对年货大街的部分 在迪化街的部分就会有封街的管制 那在阳明山花季的部分 2月7号开始的部分 针对养德大道 湖山路啊等等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 那庙宇的部分 在这个关渡宫的部分 它在这个知行路的部分 大渡路的部分 这些都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 那分局的部分会派遣这个人力来做疏导 那本市的交通中心的部分 也会加强路况的监控 耗制时制的调整 还有临时这个路况的排除 假期间 这个我们的这个路外停车场的部分 当然是维持原来的费率收费 那在路边停车阁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除夕那一天的部分 是会这个暂停收费 那如果是这个其他非除夕的假日时间 那如果说我们本来是周日 它就有在这个收费的部分的 这个路边停车阁还是会继续收费 那其他的部分的路边停车阁 在春节期间就会暂停收费 春节连续假期维持观光景点及商圈周边停车秩序 除夕当天全市路边停车阁均暂停收费 原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阁 如西门商圈 光华商圈 美丽华商圈 木炸动物园 士林观光景点 直周边道路等 配合各商圈 营运时间 仍维持每日收费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他还深入找到 甚至是 全国内因素 我一般的路边停车阁